好的主播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夫人苏鲁玉 一同会见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 晚间并和众议院议长爱达莫娃 共进晚餐 这是吴钊燮访问欧洲行程的一部分 其实这次是外交部长 继2021年之后 第二次到访中欧国家捷克 捷克参议院长维特奇 和众议院议长爱达莫娃 是当今捷克政坛中 支持台湾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两人曾先后在2020年和今年3月 到访过台湾 吴钊燮接下来预计将在台湾时间 今天下午3点半在智库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 主办的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 他会在捷克总统帕维尔 发表开幕演说后立即上台 另外根据外媒报道 吴钊燮预料也将访问欧盟总部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